我知道自己脾气很暴躁 所以现实中尽量学着容忍 但在梦中就控制不了自己 看到自己这么做错事的家人 醒来时我不住地问自己 梦中那个才是真的我吗 现实中的我是虚伪的吗 本性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我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心吗 你这一大堆的问题了 让他真的做到长情境 这些问题我们在讲系上常常讲 多天经全都解决了 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的迷惑 产生这么多的妄想分别之处 如果真相都搞清楚搞明白了 你这些分别执着就没有了 而且对自己断卧修善 急功累得就充满了信心 你现在在怀疑 你要问 应该怎么办 我确定是多读经 多听经 如果有这些疑问 起来的时候 听经 听经能帮你化解 那么这个 学佛最重要是从根本修 所以三个根太重要了 所有修学不成熟 都是没有打着三个根 这个弟子归感应篇十三页 佛不是教别人的 我学佛 那佛就是教我的 与别人不相干 别人做不做 与我就不相干 我自己一定要做到 这叫持戒 因戒才得定 因定才开会 这个原则 决定要遵守 持续 不能颠倒 一定从持戒开始 感谢您的感谢 感谢您的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